各位呢 如果你要做藍綠幕的序背 來 我們在這邊 一樣 我們就找剛剛那個裡面 這裡 藍綠幕 我就拿這個進來 可以嗎 好 一樣的 但是呢 你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影片剪接的軟體 一般跟那個 我們一般的就是影像主義軟體的塗層 有一點不一樣 好 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我把它拉進來一點 就是它的塗層順序 一般我們是由下往上 上面的是不是就屬於在上面 可是剪接軟體常常都是顛倒過來 就是上面的 有的 像惠森慧影也是這樣子 就是上面這一層反而是最下面的 第二層是疊在它上面的 這樣了解 那今天兩層不夠怎麼辦 你可以自己來這邊增加 在右手邊這裡應該有更多功能 有一個 增加增加 不見的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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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第三個 要不要新增視訊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其他的 可以從這邊再增加下來 看你要增加幾個軌道 聲音還是視訊都可以 最多幾軌 老實講 這種 時間軌編輯方式 超過十軌你就很難編輯了 兩三個都還可以 好 進來之後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你看 在右手邊這裡 大小沒有問題 我就先縮小 好 這裡是不是一樣有藍綠幕 那這個呢 對我們的那個威力導演講 就有點像 一般我們講的叫子母畫面 對不對 好 子母畫面 你可以從這邊 只是它是做後製的 後製有好有壞 因為我們剛剛OBS 是不是即時的 即時的就是代表不能NG嘛 好 但是呢 後製的你可以 欸 我就錄好了 就稍微剪輯一下 這裡有一個修補跟加強 應該是修改 抱歉喔 修改 進到修改這個裡面 你會看到 有沒有覺得那個名字好熟悉喔 有沒有跟我們OBS 色度鍵一樣 對不對 一樣的地方齁 所以你從這邊你把它勾一下 打個勾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對不對 因為它預設的顏色不對 打開 有沒有發現預設是黑色的 我們裡面沒有黑色的 所以你用這個滴板 去滴一下 有沒有去掉了 免費版就有這個功能喔 那我還是強調 用藍色跟綠色 效果比較好 你如果真的就是像這樣白板的顏色 白色的 或牆壁顏色 效果比較差 那它調整方法 跟OBS非常接近 由上往下 先調容許的色調 再調飽和度明亮度 再調整那個邊緣 記得由上往下 你不要電腦調 電腦調 絕對調不好 都是一樣的方式 所以如果萬一你覺得 嗯 這個地方旁邊好像還沒有很好 你就把色料再調整一下 有沒有去的更多一點 對不對 去的更多 但是其實一般來說 像它這個灰色啊 有沒有 灰色的老師說 嚴格來講 有一點點的藍 很多同學穿的就是比較灰色的啊 其實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藍色 所以有時候這樣去掉太多 就會變得有點半透明 有點半透明 這是要了解 再來 飽和度有沒有 有時候真的差一點點 你就把飽和度再調整一下 好 再容許的明亮度 有沒有 調一下 邊緣的清晰度就是邊緣 好 好 可是好像還差一點點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沒有拍到欄目 請問該怎麼辦 我們OBS 按住ALT 是不是裁切一下 馬上就覺得 請問 威力導演行不行 你覺得 你應該知道我如果會問的話 應該就一定可以了 哈哈哈哈 好所以呢 你現在確定沒關係 我把它鎖成起來 其實你已經馬上看到了對不對 好 這個我就先關掉 其實一樣在剛剛那個修改裡面 只是我們進到另外一個 它這個 你進到修改之後 它叫做子母畫面設計師 好 你看 剛剛是在左手邊這個內容裡面的色度鍵 你找遮罩 找遮罩 這裡打開 有沒有很多不同的遮罩 你要遠遠的 它就遠遠的嘛 這樣也可以喔 可是 它跟 遮罩 跟內容 是可以 就是我們剛剛的色度鍵是可以一起用的 一起用的 那我現在並不要這一種的 我要的不是這樣子 我要的是什麼 你往下走 我要的是有關於物件本身的設定 這裡 也就是說我現在要的是一個 比如說舉行 對不對 我要把它裁貼掉 可是呢 如果一拉 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 只能往裡面全部一起說 是不是等比例的 可不可以只有 左右拉開 好像不行 其實不是不行 是因為下面這裡 在這個物件這邊 有沒有發現 預設維持等比例 就是這個小地方 這個小地方 所以呢 你把這個勾掉 今天這樣一搭 有沒有就出來了 是不是我就可以把 剛剛這裡不OK 我就裁掉就好了 不過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是影片 不要只看一個畫面 你要注意一下後面的 所以平常我們在拍片的話 如果你要拍這種 最好不要這樣頂到四個角落 有沒有 這樣子 其實你以後再後製 像這裡就是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你要留一點空間 以防萬一啦 有時候他動作比較大啦 對不對 這樣就比較不會被裁切到 就比較不會再裁切到 好 那做好了 你就直接按儲存 雖然你在這裡看不到 剛剛我們遮罩的效果 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 他真的有 你看這裡 我們play一下 還有 有沒有剛剛這邊都去掉了 對不對 不要再這樣 開鍵 就是這樣 好 這樣還OK吧 所以 這幾個應該是 如果你曾經有用過 威力導演的 也許你比較沒有注意到的功能 好 沒有注意到功能 我先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presents 你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感谢观看